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万代拼装高达模型PGO元祖高达RX78-2 PG级别作为拼装类高达模型的顶级产品线 盒子的尺寸也是大的非常夸张 之前有介绍过入门级的EG级别元祖高达 把它的包装摆上去对比 差距极为悬殊 所谓PG等级就是完美级的意思 代表了拼装类高达模型的最尖端技术 而这次的版本还要在后面再加上一个Unleashed的 证明是精品中的精品 峰会上的元祖高达还将结构进行了分裂式的展示 看起来无比精细 作为纪念高达40周年的最重磅产品 这款元祖绝对是高达迷们绝不能错过的一款 从封底上密密麻麻的产品信息就能看出 这款高达的结构相当复杂 新手的话建议慎重尝试 拆开外封之后真是满满一大盒的板件 先看拼装说明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作为顶级产品的说明书 印刷和纸张 自然相当精美 为了玩家更清晰的了解结构 这版元祖高达的拼装流程 被分为了五个阶段 有关灯效以及配件的介绍 也在彩页中有所提及 而且由于本品的板件数量实在太多 还给出了每个阶段所需要的板件号码 方便玩家分阶段拼装 亮光贴纸方面 共有两小章 用来点缀细节分色 而细节贴纸方面 为了比较容易操作 历来送的都是胶贴 话说官方似乎已经默认 如果你有更高的需求 自己一定能找到水贴纸 送胶贴是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需求 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喷口部分 居然直接辅送了金属零件 而最令我没想到的是 居然辅送了金属石刻片 这可能是官方破天荒的一遭 核心的发光单元 需要两节LR41型号的扭扣电池 建议提前备好 以免到时没得用 比较不错的是 光剑的鱼漂电池随和有所辅送 不用自己操心 这么一大堆板件都堆在桌上 多少都会有点发慌 不过没关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一点一点来总能拼完 将板件全都拆出之后 预先看一下分类 首先骨架的核心是ABS加PP材质混搭 韧性和强度都有保障 而骨架零件的黑色 深浅程度也有区别 骨架的外层遮罩 则选择了颜色更浅一点的板件 质感点缀方面 选用了偏绿的香槟金色 相对外层的甲片 则是较深的灰色 金属质感方面 则分为了纯电镀质感 以及金属色质感两种 纯透明零件的透光度很棒 而且还有红色和黄色的彩色透明零件 外甲的黄色和蓝色 饱和度并没有太鲜艳 而且蓝色零件也有深浅的区分 红色零件也同样分为冷暖两色 白色板件也分为了偏灰和偏白 两种质感 再加上光剑特效件 现在就能看出这款高达的分色十分细腻 由于喷涂工具早已送人 这款产品我依旧决定宿组 相信这款产品如此优秀的分件 即便宿组也不会令人失望 反而更原汁原味 一直员 例尿 an 中文字幕提供 如果有悲惨的話 恐怖を払って 行け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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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渦巻く血潮 燃やせ ガンダム 人 戦士 ガンダム ガンダム 人 戦士 よみが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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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ガンダム 君よ 掴め まだ愛に震える 心があるなら 幸を求めて 飛べ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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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河へ 向かって 飛べよ ガンダム 人 戦士 ガンダム ガンダム 飛べよ 飛べよ 火災 飛べよ 飛べよ 音が飛べよ 飛べよ お尾 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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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我 喊你 喊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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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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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也同样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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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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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